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通过farm这个标签来把它给包起来 好吧 把它包起来 下面的这些元素都可以放在farm标签里面 它有它起到一个表单的这样一个作用 比方说这里边呢 这边那个farm地理说你这里边的东西可以被提交 提交哪呢 提交这么一个地址里面 Action指向了一个什么 Action这个属性它指向了一个后端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可以接收可以处理它等等 但现在你不需要太关心这个东西 好了 然后提交的形式什么什么样 Morina是get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可以改成post的方式 好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大家都不需要先去理解一下 先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学会下面这几个 学下面这些表单的什么元素 表单里面这些元素呢 我们一般叫做表单元素就可以了 好吧 表单元素啊 OK 咱们来一个个的来写一下 看一下表单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打开咱们的什么 打开咱们的这样一个代码目录 找到这个地方打开代码目录 新建一个0211 新建02下方线11 OK 在这里面写一个什么 叫做foam foam foam点字前面 foam呢 就来表示咱们的表单这么一个东西 foam是表单的意思 foam点字前面 其实咱们表单元素啊 表单元素呢 不加foam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咱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引擎器来写一下 这节课呢 咱们也不去写那个全球价格多签了啊 已经到后面了 我们就不写了 像这样东西 你就写了 写了很多遍 所以说大家 大家应该都炉火存情 对吧 炉火存情啊 好咱们显示一个表单 先写一下 foam 直接定义foam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就可以被提交 当然你不去定义这个foam呢 也是可以的 好吧 你不去定义这个foam呢 它也能显示表单的选项 但是它不能被提交 注意 也要注意东西啊 好 foam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什么 可以写一个 action 什么什么点pp 提交给一个pp文件 已经处理 叫叉叉点pp 然后它标准写法是method 对什么 默认它就是get 是这种请求方式 然后呢 你可以改成叫做post 是两种请求方式 这个呢 我们后面讲动态语言的时候 给大家讲 表单里面一边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起个rd 或者说起个name name 起个名字 表单的名字叫什么 比方说这叫login 好吗 login ok了 咱们再紧接着来 写第一个表单项 叫做input input 代表输入 输入什么呢 可以输入文本的类型 输入文本 比如说输入字 好吧 输入字符 type 表示文本 然后呢 再给它起一个什么 写个value 结果 结果一般默认是空的 一会再说这个东西 然后呢 再来 我们还要给表单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叫做什么呢 name 等于 比如说我们将来什么 username 用户名 好吗 这就是咱们的表单 这么一个选项 表单元素 咱们的这个 输入字符的表单元素 打开楼兰器 来看一下咱们有什么变化 来 打开咱们的fifos 楼兰器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OK 你看我们一个表单项就是什么 就是一可输入的框 还有没有 这里是什么 可以输入文字的 好吧 可以输入文字的 当然你输入12345也可以的吧 一般情况下你看 在咱们的这个系统里面都会这么 在咱们的网站里面 人家都会这么提示你 对吧 人家听什么呢 这里的话用户名对不对 冒号 用名冒号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 你看是不是 提示别人来说 你这边是用户名 用户名 当然咱们这个用户名这地方 漠人 不加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其实人家html 给你想的东西 叫个label label标签 这个label呢 其实就是一个标签 它就是来显示一个文字就行了 ok了 label 这样显得比较好看一下 来刷新看一下 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并没有什么变化 好 这是咱们的tags文本 这样一个标单元素 文本的标单元素 这个value是干嘛 value可以写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比方说 来 其实也不叫默认值 就是它的结果 因为你默认就是空的 空的话 你看它就是空的 对吧 你不写它也是一样的 不写也是一样的 要是写上去呢 你看 你可以给你们设一个值 然后这 用户名叫做大波波 对吧 大波波 来 刷新来看一下 你看怎么着 默认上面 它就会有一个大波波 但你可以修改它 对吧 小波波也行 OK 这就是咱们的文本这个选项 ok了 然后再来 然后说我们下一个 写什么呢 孩子是不是有密码 对不对 有密码来input 还是input type有什么呢 等于一个密码 password password 然后value 可以不写 可以不写 那不行了 不行了 写个name name都有什么呢 name都有什么 来name都有 password 就咱们的密码 密码 ok了 密码它有什么特点 咱们来看一下 密码有什么特点 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是个密码框 你看 我说任何的字符 它都不显示字符 只显示个点 因为密码呢 当你输出的时候 不希望别人去看见它 所以说呢 它很聪明的给你显示个点 你必须要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也可以了 这是咱们密码的这个 标准元素 密码的标准元素 还有的时候有的人说 我们看到一些网站里面 来提示你什么 提示你说 在那框里面 提示你说 这里可以输入密码 对吧 比方说 这里 这里可以输入密码 对吧 反正在保存栏 刷一下 这是html5 这个版本 记住了html5 这个版本里面的新特性 可以加一个placeholder 你看它里面有个灰色的一个字 对吧 这个字呢不是默认证 你value不一样 给value不一样 这是灰色的 用来提示用户 说在这里面可以输入东西 你看 对吧 在输入没有了 你看 你没有东西的时候 他就提示你 就提示你 就这样 这是咱们html5的一个新特别 新标签 新属性来讲 对吧 新属性 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还在这边 还加一个label 对吧 加个label 密码 然后呢 这些个鞋盖 label 然后这些什么呢 写个密码 对吧 其实用输入密码 光显示这个还不够 对吧 你看 你看好来 刷新 你看这东西在一行了 是不是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什么 内联元素 内联元素 注意这样 它是在一行去显示的 但是我们不希望 不希望它的一行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回车换行 再给换行标签 就是br 好吧 这咱们的br标签 这么来写 这是起到换行的作用 最后把这整个东西给换行了 对吧 OK 这是咱们的一个br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咱们再往下写 除了这个 除了什么 除了咱们的这个密码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咱们表达箱 你看一下 咱们这里面有什么 表单元素里面有很多 你看有什么 多行文本 看下没有 多行文本 这多行文本是干嘛的呢 来看一下 咱们写一下 多行文本 写一个 它不是用input了 这叫test are testarray 然后呢 这边testarray结束 它是个全闭合的标签 所以全闭合的标签 那它一样也可以起个什么 也可以起个name name就是什么呢 name比如说intro 简介 对不对 intro 简介 然后呢 这里边 你在写value 好像有文字吗 就没有了 没有了 当然你可以加个placeholder placehold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说 这里可以输简介 这里是输入简介的地方 ok contract button 咱们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输入框了 对吧 跟这个差不多 但是比较大 而且它可以拖动 可以拖动了 可以拖动 我们再加个br 给它换一个行 换一个行 在这家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这家是可以的 br 换行 好咱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对吧 这是显示 然后呢 不着急 咱们再来 咱们再加个什么 再加个label 要签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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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里写什么 写一个简介 好吧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里可以显示简介的 可以让你输入简介了 比如说我要输入简介 是不是 你看可以有很多文字 这种 type 这种表达元素 一般可以用到 可以用到咱们的 就是输入大量文的地方 对吧 像这样的呢 都是输入小量的文字 对吧 小量的文字 其实每一个 这种可以输入的 对吧 可以输入的表达元素 都会加placeholder 你看 这个地方也开始加placeholder 可以加 对吧 好吧 我写一个 来 它都是完了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元素呢 还有 比方说我们写那种单选框 单选框 input 这是input type radio type 就是内部 起个名字 叫做什么 size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男女 是不是 男女啊 然后呢 就写个value 它的值是什么 比如说一 表示男 这里面不能输入文字 但是你可以在后面自己跟一个文字 你看 看一下呢 刷新 是不是这时候出现一个还点击的小按钮 看见没有 点击的小按钮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一个 因为一个不够 对不对 还有一个男女 一般这个呢 都是要多个来用的 多个来用的 他们要取同样的名字 记住 他们要取同样的 它属于一组表达 好吧 一组单选框 value 对0是什么 是女 男女 再加个什么 再加个label被签 label label 是吧 选择男女 好吗 选择男女来 刷新 看一下对吧 这样的东西 这地方可以选择了 你看它也是一个内力元素对吧 它不是可以 不会自动换行的 注意 那么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r 自动换行一下 ok 咱们再刷新 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单选框 你看点一下 点一下 每次什么 你点的话只能选一个 选一个 当然你可以添加多个 但是一定要知道 内幕值决定 他们属于同一组好吗 内幕值决定 同一组 再来写一个 再复制 复制一下 来或者这边来 你看 这段写还是sax对吧 这我写个-1 好吧 这写什么 不男不女 不男不女 来不男不女 不女 好吗 来刷新看一下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但是每次还是只能选一个 这就是单选框的一个用处 真有单选框 还有什么 还有多选框 对吧 多选框 叫做checkbox 我们先加个比较号 然后再加个label标签 label一下 label标签 然后呢 这边写什么 就是多选 就叫多选 多选 然后呢 怎么写一下 来 这地方呢也是input标签 input写的 input type 对什么 等于 checkbox 然后呢 name对什么呢 比方说你要多选的话 我没选择吗 选择这个 你什么 你有多少钱好吗 你有多少钱啊 这个money 随便写一下 你的money 好了 我们看一下checkbox有什么都有 好吧 来比方说我这是一百块钱 抗上S 然后呢我们再来复制几个 对吧 抗上C 抗上V 抗上V抗上C 对吧 OK了 咱们看一下 刷新 看见没有 这地方是不是可以选多个啊 对吧 选多个想选九千几个 你还不想选哪个吧 再取消掉啊 这就选中了啊 选中了它就有值了 它值什么呢 你选中了 必须用这个value来表示它的值 比方说一百块钱 这就写一百啊 这就要一对应 啊 一定要一对应 来一百块钱 这地方也写个一百块钱 对吧 那写一千吧 一万 那写个一个E 来value 啊 很多很多很多 啊 这地方的改向来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啊 OK 这是咱们的多选框 最多选框的一个用法 它跟那个单选框啊 不同之处就在意是吧 它太多类型不一样 对吧 而且呢 呃 特别类型不一样啊 它可以多选 是不是啊 是它的一个不同之处啊 是多选的一个用处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笔记 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些之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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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咱们的下拉列表 看见没有啊 下拉列表啊 这个咱们直接复制一下一屏了啊 不来不再去敲了 大会时间 来看一下 尔非粘贴一下 好咱们来刷新浏览器看一下 它在这显示的还没有 这是什么 其实这呢也相当于单选啊 相当于单选 但是呢 它是什么 是在下拉列表形式来选择的 下拉列表形式来选择 那么能不能多选呢 啊 对不对 看 不能多选对吧 但是呢 其实可以的啊 可以的 这个呢给大家留小作业 你去网上搜一下 怎么让下拉框多选 是不是啊 下拉框多选啊 大家去网上搜索一下 我们学代码啊 一定要有自己去钻研的能力 不要每次都请教啊 每次都指望说看一个东西 看一个东西 能解决问题 不是这样啊 其代码呢 其实我们要最从最快的速度开始 先入门入门之后呢 你自己去摸索很多东西 注意这是咱们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逻辑性啊 好了 这是多选啊 这是下拉选择对吧 相选择 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咱们的什么啊 看一下啊 还有咱们提交按钮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提交按钮 你看我们刚才写了这么多东西啊 写这么东西 真正的怎么着 要去提交给什么 后台 后台的时候怎么办 写个input tap 这个什么 这个button 啊 我们就不按 叫什么submit 好吧 submit 然后呢 内部都有什么呢 内部都有一个sub 提交啊 value呢 value就是显示这个按钮的名字 好吧 就是提交 按钮啊 写什么 就显示什么 好 看上去保存一下 来这时候我们刷新看一下 是不是这地方多了一个 其实按钮对吧 你就不加换行了啊 然后怎么着啊 你填完这东西之后啊 或者你不填 也能提交一样的啊 只要你大家放标签 放标签 它都会提交到你的指定的这个什么啊 指定到这个action 这个地址里面去 咱们来看一下 提交 ok 怎么着啊 找不到文件啊 这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英文啊 英文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 对不对 我们没有这个文件啊 所以他找不到啊 不正常 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学pvp 所以说呢 后面的东西我们就不写了啊 不写了 然后呢 真正的到我们pvp里面去用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哎 这地方该怎么用 好吧 好本节课呢 就到这结束了啊 就结束了 关于表单的里面那些更细 更琐碎的操作呢 我们今天啊 在这里面就不多说了 你先记住这么几个标签 先会用 好吧 先简单的会用一下 啊 后面呢 我们会慢慢的把表单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给大家讲到啊 后面很多东西呢 我们需要在后面的课上里面 对吧 然后说 学css时候给大家讲一点 学pv时候讲一点啊 咱们学知识呢 就是要寻寻先进啊 不要一次性把它吃饱了 对吧 这么东西呢 你是吃不完的啊 要注意 所以说呢 好本节课到此为止 来继续下一节的学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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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